人氣話題來關心 下個月就要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決定10月份要不要調漲電價了 但是經濟部長郭志輝昨天就說 要是國會同意補貼千億元 那麼漲價的機率就不會太高 這一番話讓在野黨痛批 根本是打臉先前 台電要自己賺錢的說法 行政院長卓仲泰做出了最新回應 認為補貨預算跟電價不相干 如果沒有很特別的重大的需要的話 我是認為電價審議委員會 當然也會跟我們一樣 以民生安定穩定為重要的需求跟考量 所以這一點我想大家 也不必過於太大的焦慮 要大家不焦慮 因為下個月電價審議委員會 就要決定10月是否找電價 行政院長卓仲泰表示 已經向國會追加台電預算 向立法院提出追加預算 就是撥補台電的這個一千億 與是否要再調整任何的電價的討論 是不相關的 那是要為了讓台電能夠營運更健全 希望撥給台電一千億 但預算電價不相干的說法 似乎和經濟部長郭志輝不太一樣 百姓啊國人啊都希望說不漲價 那就要請這個國會能夠同意我們補助 如果他同意我們補助 我們大概就是不會漲價 中央首長說法如今不同調 更讓在野黨怒嗆質問的 是之前金長郭志輝自己說 台電要自己賺錢 如今是否大轉彎 自打嘴巴 當初他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就提出說台電應該自己賺錢 把人民當作人質來恐嚇立法院 更是把人民當作提款機 台電也是個經濟母不是敗家 他很多地方是可以節省成本 河山長去年就賺了三百億 只要民進黨政府不要意識形態作稅 這四月之後電價是否在掌聲響起 一切都有待電價審議來評估 只不過中央內部可能還需要再溝通 以免說法總事都不攏 接著黃子晴 張元杰 台北報導